虾酱不错 用虾酱炒一款态势空心菜 放一点白胡椒 鸡精 鱼露 蔬菜油 500克的空心菜 切掉了根和硬的部分 切段 根的部分垫下来 长短跟你自己喜好 根的部分先装入盘中 叶子别切得太短 因为叶子一炒就缩缩了 要先炒根再炒叶 四分之一的洋葱去掉硬的部分 把它切成丝 洋葱到后边扫着就给它放糖去 放倒了以后再切 切的粗细是一致的 现在我用了三个红辣椒切成丝 斜刀切就可以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切点 不许吃辣的得少切点 等一天切两个吃就够了 如果不能吃辣的呢 可以去掉辣椒籽 今天准备了三颗放了两颗 菜切好了 下边开始炒松心菜 锅中加入油 一勺洋葱 这三勺油大约40克 不用等着油太热 放洋葱 油煎出洋葱的香味 还不能给它煎火 还不能给它煎火 放虾酱 把一点虾酱 放在锅中 把虾酱生用的油给它煎一下 煎入红辣椒 热卷 开炒松心菜 菜杆可以炸 叶子了 下以后 用一汤汤 叶也比盒子好熟 要先把这个盒先炒一下 炒得有点便利了 我们就开始把面子加进去 加入两条鱼露 炒亮着胡椒粉 再来点鸡 这个不要太多 有点多一点 生火 这个空心菜就炒好了 我们炒这个空心菜的时候 就是要集火快熟了 炒这个菜就比较漂亮 这是一道比较不错的下饭菜 其实我们配米饭吃非常好 虾酱的香味 说这个空心菜的脆嫩 特别好吃